Hello 大家好 上星期我们谈到学习历程里面一个总成绩表的数据分析 其实里面有一个叫做学习重点的图表 而这个功能可以让老师更加深入了解同学 在学习上究竟掌握度如何 哪一方面比较强、哪一方面比较弱 方便老师针对性地去改善他们的学习和加强他们的练习 令到他们的成绩可以提升有所进步 我们现在就快点去看看这个学习重点是如何运用和设定 我们去到学习历程 我们以十二内减法这本电子书来做例子 去回成绩表 总成绩里面有一个叫做学习重点 入到学习重点里面我们会见到两个图 一个bar chart 和一个好像雷达的图案 首先我们看看bar chart有不同的颜色 亦都表示不同的成绩 例如绿色是拿到7.5分至10分 橙色是5分至7.5分 淡橙色是2.5至5分 紫色是0至2.5分 我们会见到abc 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学习重点 a是可以计算到12内的减法b能够计到横色c可以计到直色 我们见到x轴和y轴 亦都见到那个总人数 例如a这个学习重点 所有的同学我们会见到 每个学习重点都拿得很好成绩 全部都显示绿色 只有一个是比较讯息一点的 而c这部分比较差一点点 只有一位同学是可以拿到绿色的分数 那老师就可以看看同学究竟这题问题是否未能够掌握了 而另外雷达图这里我们可以个别去看同学的成绩 看到的蓝色是全班的平均分平均值来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每一个的同学 例如小公主 我们见到他A、C做得很好 B比较弱一点点 即是横式他可能要比较多些练习 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姜病人 我们一看比较国行均值 会见到他C比较顺识 那老师就会知道究竟他哪方面要加强练习 我们现在去Rainbow One的主页面 我们去到学习重点这部分 进去我们会见到公用和本校 公用里面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些关于特殊学校的学习重点题目 而另外我们之后会加上一些常规学校教育局框架里面的学习重点 方便老师可以选取去用 当然老师可以自己加学习重点 去到本校 按个加好 去到学习重点表 新增名称名称科目 加上学习重点 我们按一按这个剔口 我们可以是同层家或是子层家 如果设定 甚至乎是止层加 老师可以一直加下去 OK的话按确定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工作间里面 已经预备好的电子书 配对适当的题目了 家学习重点的做法很简单 我们去已经预备好的电子书里面 不同的题目 例如这一题 我们可以去take count 底这一项蓝色 学习重点我们按一下 就会去刚才已经设好的学习重点表 我们抽回以中国语文这个为例 有四大项 例如这个是关于毒的 我们就按一下 然后按确定 这条题目已经配对了关于毒 这个学习重点 例如第三题 对了 我们去take count 做一样的 一样的 选择中国语文 甚至乎 我们可以选择两项的 配对这条问题也可以 就是这么简单 同学作答 然后得出答案 就会做到学习重点的分析 混用学习重点的功能 老师就更加容易掌握 每一位同学在学习上的实际情况 只要预先设定好 同学作答 得出成绩 按一个键就出到结果 所有想知道的资料和数据 就一目了然了 这个就是电子教学的好处 我们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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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